人标题,中国首创导弹消防车,可面300米高了,完爆2000万的进口消防车,超高层建筑活在救援,一直是世界性难题。 高层建筑一旦失火,因建筑负荷大,蔓延图性多,容易造成立体散烧,即便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人体升起高度最高可达112米,但受空间、锋利等因素影响,是就非常困难,更何况现在的摩天大楼动不动,就是好几百米高,消防人体也变长默契啊。 对于这样一个大难题,我国科学家经过长时间的苦心酸炎后,终于找到要解决办法,就是它,这早前看着有点眼熟啊,这不就是车载导弹? 哎,没错,它就是中国全球首创的导弹消防车,向灭火就给它来一套,这辆导弹消防车大小跟普通的消防车差不多,长8米,宽2米,高3.3米,可以在普通的城市道路上行驶,而且不用进入现场狭小的空间, 因为依靠发射灭火带灭火,需要在合适的距离,比如距离现场一二百米的位置,设置好发射角度就可以了,采用绿色发射技术,该项技术可以避免产生较大的厚作力,不会对周围的人或设施造成伤害,利用这些技术还能避免传统武器,在发射过程中带来的伤,光,火焰和烟雾等, 光电复合探测,精确定位火源位置,在大家的下方安装有消防车的三只一眼睛,分别是可见光,红外光和激光三光合一,通过可见光合,红外光可以全天后准确定位浓烟后或墙体后的火源位置,避免了由于遮挡而无法定位的问题,然后再利用激光测距,角度传感器计算弹道,通过控制手柄控制发射转塔, 调整到合适的发射位置,发射灭火弹,破窗而入,别看说这复杂,但实际上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,就能完成瞄准并发射,车上装载有两个灭火模块,含24发灭火弹,这样可以在灭火弹使用完之后,方便批量装系,就像化弹家一样。 说到这,有些人可能就有疑问了,建筑物里不是还有人吗?你这样突然来一炮,会不会给被困人员造成伤害呢?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,虽然我们叫它导弹消防车,但它发射的又不是导弹,不会真的爆炸啊。 灭火弹内装载的是超气甘本,适用于灭A类固体物质火灾,B类液体或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,C类火灾气体火灾。 弹体杀射有特殊设置,进入房间后,灭火器可以在灭火弹内喷射出来,而弹壳不会爆破,不像传统导弹有破片杀伤方式。 灭火弹无破片杀伤,无冲击波,如果在飞行过程中偏离轨道,还可以自动启动塔上的安保装置,让灭火弹安全的降落在地面。 所以安全方面是不用担心的,在导弹消防车发明之前,中国的高层火灾救援采用的主要还是进口消防车,像是芬兰的伯朗涛举高消防车。 车身庞大,高度4米,宽度在工作,展开状态8米,长22米,比导弹消防车还要大得多,压根建不去白黄的商业街和小区,而且最大救援高度只有101米。 线炒展开需要20分钟时间,等20分钟后黄花彩都凉了好吗? 而导弹消防车能有效铺就最大高度500米的建筑物墙体表面或室内火灾。 瞄者定位发射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,要迅速及时的多,成本上也是天差地别。 芬兰的伯朗涛举高消防车进口价2400万,相比之下,导弹消防车就要便宜的多了。 造价700万左右,当然,这个便宜也只是相对的,比起普通消防车,它还是要贵上十多倍的。 所以这种导弹消防车一般,在消防中队以上规模的消防队使用全国有近2000个消防中队。 不过,阿联酋的土豪们就没有这个疑虑了,他们看了导弹消防车后,还很有购买欲望的,毕竟他们拥有世界最高的迪拜塔,而且高层建筑一般集中在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城市,像北京、上海、东京、纽约等。 所以导弹消防车的应用前进还是很广阔的。 导弹消防车的处危惑 。 感谢观看